《粵廣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裡面提到 珠海橫琴是其中一個重點發展地區 橫琴位於珠海市的南部 澳門探仔的西面 是珠海市最大的島嶼 隨著港珠澳大橋通車實現了港珠澳一小時生活圈 橫琴是唯一和港澳內地相連的自貿區 交通上面極具優勢 由香港過珠海經過港珠澳大橋只需要30分鐘 過關之後再沿著港珠澳大橋延長線 10分鐘就可以到達橫琴 而澳門和橫琴只是一和之隔 只需要10分鐘就可以由淳仔抵達橫琴口岸 旅遊產業是橫琴重點發展的項目之一 當中最為人熟悉的就是長龍海洋旺角 它是全球最大的海洋主題度假區 2017年接待遊客人次比香港的迪士尼重要多 除了可以欣賞稀有的海洋生物 還有很多頂級的遊樂設施 還有很多頂級的遊樂設施 演藝表演和水上煙花大會演 另外 Hello Kitty主題公園 LEGO樂高主題樂園 時代華立夢工廠等等大型的娛樂設施 也都會相繼落成 可謂老少咸義 為橫琴帶來大量的遊客 刺激島內經濟成為全國熱門的旅遊景點 在過去三年 橫琴的樓價已經上升了大約六成 除了交通和旅遊業規劃連線之外 還有甚麼原因令到當地的樓價有升無跌呢 政府一直會出一系列的政策 去吸引我們企業和人材 例如15%的企業所得稅的徵收比例 高額的稅務津貼 包括房屋津貼等等 而且橫琴的配套是非常好的 目前我們有英國的頂級學府 麻省醫院 中醫藥產業員 勵新創新方等等項目都已經基本上落地 整個橫琴現在的樓價 大概在三萬多到五萬多人民幣 每平方米 現在普遍的一些房屋的話 單位的面積是適中的 一門的門檻都會比較低 好像這個複式單位 樓高4.4米 建築面積839呎 售價約是270萬人民幣 而且可商用可當居家辦公室 可以出租用途廣泛 配合我們政府現有的旅遊和商業政策 這些產品是移商和移居的 隨著橫琴的一個整體發展 我相信將來整個需求量會整體攀升